好嘞 看到金马五十马上就要登场了 今天大家都很期待 因为有重量节巨星 起居一堂 小新中号联系给主播 宜萱 好 第五十届的金马奖颁奖典礼 星光大道越玩越精彩 越玩越热闹 我们透过画面现在可以看到呢 进场的是一代宗师的所有剧主 当然呢 大家最瞩目的就是 梁朝伟 刘嘉玲以及张子怡 还有在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 大导演王家卫 不过呢 在这一次梁朝伟跟刘嘉玲 两个人呢 从一进 一进这个星光大道的红地毯 两个人都是手牵着手 也看得出来间谍情深 在这一次呢 刘嘉玲选择呢 是整个大露背的一件粉肤色的洋装 这个长礼服也是衬托她 相当高贵的气质 不过在这一次呢 也可以看得出来 刘嘉玲呢 心情非常的好 还特别跟粉丝互动 还送了个绯闻给粉丝 也让现场的所有粉丝 非常非常的惊喜哦 不过接着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一次呢 主席李安还有林青霞 林青霞这次选择的呢 她是一件大红色的洋装 而且呢 还小露相间 小露小露相间 而且可以看出来呢 这一次她穿的 选的红色呢 是所有女星呢 都没有选择的颜色 所以也可以说是艳冠群芳哦 在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李安导演呢 负责看片的这个重责大任呢 一看得出来啊 真的是好像很多天都没有休息哦 非常的疲累 不过她还是脸上充满了笑容 非常期待在今天晚上 所有的颁奖碟领呢 应该会有选出她心目中的理想片子 而在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艺人舒淇 舒淇这次选择的衣服也是相当大胆 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整个大露背 而且呢 是非常的低胸 而且看起来是一个2014年春夏的一个新款哦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她这次主要是 一种花中仙子的这种方式的感觉 我们可以看出她这一次的整个穿着跟打扮呢 是相当具有春天的气息哦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后呢 压轴进场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天王刘德华 刘德华是非常轻松的呢 还有小跑步的方式呢 跑进了红地毯的现场哦 刘德华也是充满了笑意跟所有粉丝打招呼 而现场粉丝也是非常非常的惊喜 因为瓦宅呢 这一次穿着呢 非常的正式以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华宅还是笑得非常非常开心 不知道是不是家里有喜事呢 这也是所有粉丝也是非常关心的 好就是目前呢 在金马奖颁奖典礼星光大道最新的情况 有任何最新的消息 我们会随时为你来做掌握 再把时间交给棚内 我完了 再来